首富九万 入手房车 能有伊维科的大动力 也有大通原厂的品质售后 3.07的柴油发动机 结合8AT的财富 这个项 绝对是这款车型最大亮点之一 前脸也是从原来的机型车的一个前脸升级的都各处理 并且做了这么大通原厂一辆车标 额头上方是一张大床 上方还配备有一扇大的尖窗 可以说是一个通向车脸的通道 后视镜加宽处理 配备的是前置后驱后双胎的 前置后驱后双胎 那么爬坡更有镜 主副架下方都配备迎宾的踏步 后视镜可以看到镜面是非常大的 而且上面的镜面也是做到可以见动可调 后箱体采用的是三明治的车身 达到比较好的一个保温效果 而且外面的光泽亮度是比较强的 配备行车可以打开的推纳窗 以及后方驻车情况下能够遮风挡雨的外推窗 靠后是配备有咱们的试电接口 吸星的方式可以从心灵原充电桩直接取电 触控空间方面也是非常大的 无论是怎么放这些工具 或者是大的长条性的行李物件都是可以的 中间有一块隔板 可以完全打平 长一点的行李都可以放置在内部 那双胎的形式也是增强了与镜面的一个摩擦力 往后看过来 配备了牛背景后日镜 倒出来影像的射箭探头 同样配备了倒上雷达 在这个侧面是咱们空桥外景的出风口 重力加水口 装配了一个185升的清水箱 几盘下方同样有个75升的挥挥枪 在这个位置是一个侧折底的小桌板 这是由于前方咱们装配一个外置的抽纳厨房 目前配备的是卡式炉 但裤器也可以升级柴油灶 或者是选装柴油灶 在中门下方装配了翻折式踏步 这种翻折式的方式更加的实用耐用 包括这种小的储物空间 都是做了一个极致的利用 右侧比较方便是配备的咱们的小型鞋柜 主扶架的座椅都是单座 而且采用的是悬浮式座椅 在架成舒适度上面也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提升 配备有液压重力的方向盘 这款3.07的柴油发动机 达到了125千瓦的一个功率 400牛米的大扭矩 搭一轻片速箱 相对来说省油 而且加速换导 并加平滑 中间10寸的一个导航中控屏 上方零尾铁后日镜 主扶架也都配备有安全气囊 其实主扶架中间的这个过道空间 还算是比较大的 方便怎么从后往前的一个通行 在驾驶室顶部 额头床 前后宽度1米2左右的长度 2米1 足够容纳两个成年人的睡眠 往后方看过来 四人会客区 中间是酿桌 怎么可以注意看 座椅的靠背调节角度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长途行车比较高的一个舒适性 而且我们可以把桌子架下去 座椅靠背打平之后 也可以平整为一张严实床 所有的窗子都配备有防火隐私内窗 上方有7个大小不一的储物空间 那咱们的音物就可以放在上面 领部的整体灯光效果 也是比较强卫的一种方式 纵床长度1米95 宽度1米2 在床的下方 是先前我们从车外看到的比较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卫生间内部固定的马桶 洗手盆 储物柜 以及带灯光的小镜面 品质的双向换气扇 侧面的冷热水淋浴喷头 可以看到喷头本身的一个大小规格 是比较大的 都是比较实用的一些配置 而且双进路的设计 仅在不平整的路面的话也方便 洗澡水比较顺畅的流入到灰水箱 所有内部的材料都是采用的防水材料 而且我们的暖风和热水都是通过韦巴斯特柴暖来供应 有暖风的热水 热水即用即有 不怎么耗电 前面76升的一个小冰箱 上方可以理解为是咱们这辆车上的衣柜空间 这辆的话是很少有房车的车型里面会配备的 也是得利于这款车型的一个空间 相对来说比较合适比较大 往前 厨房 电磁楼洗手盆 高脚的洗手轮头 下方 储物空间 重大厨处处理 侧面还有一个可以延展的台面 上方 48S的单冷便空桥 那这个空桥 从它的智能效果 智能量 以及噪音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 在中门上方处处可及的位置 是咱们疾控品的位置 像咱们整车灯光和电器都可以 我这个位置来控制 那这款车型同样装配了12V的双发电机 13.44度的零酸气氯电池 3000瓦的重力面移体机 那么您感觉这款车型怎么样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